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新 杭州第15节亚运会即将开幕 这两天 亚运村也是迎来了入住的高峰 小新也是今天入住 让我们去看一下都有哪些手续 然后这里是否方便 小新现在已经进村了 领到了自己的这个房卡 然后上面一个非常细节中英文结合的 有一些zoom block suit bedroom 然后现在就要去坐这边的一个接驳车了 接驳车也是非常方便 就说每十分钟就有一班 只要在这个站走等待就可以了 小新现在坐车呢已经抵达了住宿的地方 我们先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下我小伙伴的住宿条件 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小单间的一个格局 里面有卫生间厨房 然后房间里还是比较温馨的有书桌衣柜床 然后床头柜还有这里有个媒体包 然后在两台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洗衣机 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这边的小单间基本看完了 我们来看看旁边那个小伙伴的房间 这边另外一个小伙伴的房间可以算是一个双人间的格局 有一个老子在这里吃饭 他一会还要去拍照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双人间的格局 是两个记者住同一个房间 然后设施也是比较齐全的 基本上是应有尽有 小新住的是一个三人间三个记者共享 所以我有一张房卡有一个钥匙 房卡是开公共空间的 然后里面就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然后有ABC三间房 应该是三个记者共享这么一个空间的 这里有个公共的工作区域 这里有个凉台 这个凉台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无敌的大疆景 好 这边到了小新的房间了 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媒体包 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小新现在看到一个杯子 有一个牙刷 香皂 香皂的架子 梳子 润肤露 牙膏 还有一个洗衣服用的肥皂 然后刚才小新也在自己的环境里看了一下 我们这边有洗衣机 洗衣粉 沐浴露 沐浴液 然后还有水 再加上这些设备 我觉得也回答了很多媒体朋友的担心 像衣架 洗衣服用品 包括一些床上用品 其实也是不用带的 这里是可以做到拎包入住的 1 1 2 1 2 2